东眠世界 它们为何一反常态 尽显生命活力 龙山之点 高寒之地 极微生物究竟隐藏何处 冰雪精灵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每到寒冬腊月呀 很多动物都要进入冬眠 或者说是潜藏起来 你像松鼠啊 刺猬 这都是要冬眠的 你看啊 这个松鼠冬眠特别有意思 它要是冬眠了 你就是拿针扎它 它也毫无反应 还有刺猬 刺猬一旦进入冬眠啊 甚至连这个呼吸都没有了 都停止了 但是也有一些生命例外 大雪封山的季节呀 恰恰是他们开始繁衍的时候 前不久 有位美国科学家 在一次野外考察当中啊 就意外地发现了熊在冬眠时候的秘密 这个母熊啊 在冬眠前它会找好洞穴 在让这个积雪裹住自己的身体 等到来年春天的时候啊 母熊苏醒过来 它的身边就会躺着一只或者两只 自己在睡梦当中产下的小熊 无独有偶 这个搬海豹 它也会选择在寒冷的冬季繁殖 可是这个搬海豹的产载过程啊 那简直是困难重重 而且随时都会有丧命的危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寒冬腊月 正值辽东湾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 一向波澜不惊的海面渐渐形成冰层 从沿岸向深海区域快速蔓延 急目远眺 冰封的海面如同凝固的波涛般 此起彼伏 一眼望不到边 辽东湾面积非常广大 从河北省大清河口到辽东半岛南端 老铁山脚以北的海域都属于辽东湾区域 每年的12月 辽东湾开始进入初冰期 三九天后 气温持续下降 进入冰封期 最低气温可达零下20摄氏度 每到冰封期 辽东湾二界沟附近的冰面上 就会出现搬海豹的身影 它们不断地在海冰下游动 完全没有意识到这里所潜藏的威胁 二界沟阵位于辽东湾北岸 系海水潮汐形成的大潮沟 大潮沟以及潮汐风洞后形成的冰圈和冰层 都说明这里的冰情非常严重 因此很少有人会在冰冻期来这里活动 一旦有海洋生物受伤或被困海冰上 为此当地特意在辽河口对岸的三道沟 设置了一个救助站 站内至今还收养了两只搬海豹 这两只搬海豹是他们去年在辽东湾沿岸救回来的 当时他们卡在岸边的冰缝里 幸好路过的救助站队员及时发现救了他们 经过半年多的悉心照料 两只搬海豹的伤口都已经恢复 据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介绍 这两只搬海豹是在交配的时候 不慎卡在冰缝里的都受了伤 说到这儿您也许会问了 这个搬海豹为什么一定要在寒冷的冬季繁殖呢 又为什么会冒着随时会丧命的危险 从西北太平洋来到我国的辽东湾呢 难道这个辽东湾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搬海豹每年冬季来盘锦周边地区的目的是产载 而他们所需要的产床就是辽东湾沿岸的伏兵 为了进一步了解搬海豹的气息环境 专家决定亲自带我们去实地考察 搬海豹的独特产床 靠察队从盘锦室出发 大约两个小时后 抵达了辽东湾沿岸的海港 站在港口向远处看 队员们感到置身于一片冰封的世界 行进途中 考察队的专家傅元兵告诉我们 每种动物都会选择到适宜的环境中生活 搬海豹同样也不例外 那个从性质上和那个搬海豹所产载的那个兵的性质 应该是一样都属于浮冰 不过这个浮冰是被搁到这个态场 已经回不去了 傅老师说 这里距离海岸较近 容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所以搬海豹会等到海水风动后 在更远的海域寻找浮冰缠载 现在正值辽东湾的盛冰期 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 使这里的海水大面积风动 等到来年的二三月份 随着气温慢慢回暖 风动的海冰也开始慢慢融化 支离破碎的浮冰 为搬海豹产载提供了绝佳的场所 浮冰对海豹来说 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既可以让他们远离捕食者 还可以为他们提供休息 和在附近捕食的条件 盘景以及辽东湾地区 独特的地理条件 使这里成了为数不多的风动海域 而也正是这片特殊的海域 才吸引搬海豹 不远千里来这里缠载 大家都知道 这个南极和北极 这是地球上最寒冷的地带 南极的地企鹅 它在生下小企鹅之后 为了保护小企鹅 不遭受天敌的攻击 通常就会选择在最冷的季节 在冰上繁殖后代 那么说到这儿 我又想起了生活在我国浙江 安极境内的一种 极度宾威的两栖动物 这就是安极小泥 它的繁殖不像班海豹或者地企鹅 需要有伏兵这样的产床 也不如班海豹或者地企鹅 有能力在冬季捕捉到食物 那么他们选择在寒冷又缺少食物的冬季产卵 这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安极县位于浙江省西北部 距离省惠航州七十多千米 安极县境内 绵延着曾鸾叠仗的天木山 天木山东西两峰的峰顶 各有一池从不干涸 宛如宁视天空的二目 故而得名 龙王山位于天木山北侧 海拔一千五百八十七米 是浙江北部的最高峰 与天木山其他山峰相比 龙王山峭壁高耸 勾股深切 更多几分危额险峻 1992年冬 杭州的两位生物专家 首次在安极县 发现了这种小泥 到目前 由于仅在浙江安极被发现 因此被命名为安极小泥 这是一种极度宾威物种 在野外 活体又极为罕见 因此对它的研究 仅处在起步阶段 专家说呀 说这个小泥的生存能力相对较弱 环境的细微变化 都可能造成种群的消失 像安极小泥 这种小型的两栖动物 一般都会以昆虫为食 可是多数昆虫到了冬季 都会面临死亡的威胁呀 那么安极小泥 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 是如何保证冬季产卵呢 为了揭开安极小泥 冬季产卵的秘密 考察队决定 将野外寻找安极小泥 作为此次考察的首要任务 大家都知道 小泥属于两栖动物 所以它生长的这个环境 肯定是离不开水呀 所以考察队决定 沿着龙汪山西流流经的区域 展开考察 考察队驱车来到了山脚下 几条溪流在低洼区域 汇聚成一个个小水潭 通过仪器检测的结果显示 吸水的酸碱度 PA质值为7.1 属中性 水温为20摄氏度 水质矿化度适中 十分洁净 传家说 山脚下的水温条件 并不适合安极小泥的生长 它是一种在冷水中产卵的生物 所以在高山区域的冷水环境中 寻找到它的可能性更大 龙王山的海拔超过1500米 山上的气温大大低于平原 专家分析 安极小泥应该生活在较高海拔的区域 大家沿着崎岖的小路 继续向山顶进发 当海拔接近1000米时 大家的耳畔传来了清脆的落水声 记者发现 这一区域固满了清澈见底的水潭 水质极为洁净 这里会不会是安极小泥的栖息地呢 同行的大泥研究中心负责人 楚茂青连连摇头 他说 这个区域曾经是野生大泥的栖息地 大泥以小型动物为食 它不可能与安极小泥共生 考察行程过半 可安极小泥依旧行踪难命 正在大家愁逐之际 够大的雨点从天而降 随着雨势越来越大 行进愈发艰难 考察队只好暂停科考 整整一天的考察 不能说一点收获都没有 大家一总结啊 首先 安极小泥的生活 它需要一个低温的环境 其次呢 就是小泥它不会与大泥共生 第三是需要水潭水洼或者开阔的沼泽湿地 那么龙王山中能符合这几个条件的地方 究竟在哪呢 有人说了 说在龙王山有一片神秘的高山湿地 人称千亩田 相传啊 这片看似平静的区域却暗藏着凶险 说早年间曾有一个放牛娃赶着牛儿来到这里 一不留神 壮硕的牛便被深潭吞没了 把这个千木田据说是气候多变 阴晴不定 时而艳阳高照 时而电闪雷鸣 很久以来人们对这个地方一直是心怀敬畏 把这里视为龙王山的龙隐之地 这个千亩田海拔高于一千二百米 冬季温度呢 低于零摄氏度 非常适合安吉小泥的生长 那么这个千亩田 它会不会就是安吉小泥的藏身之地呢 随着太阳的升起 雾气逐渐消退 此时的千亩田 犹如娇羞的少女 褪去了朦胧的面纱 展现出多姿多彩的另一面 寻找安吉小泥的急切 让考察队成员们不顾潮湿和寒冷 再次踏上考察行程 走到近前记者见到 茂密的枯草之下是连边的水洼 积水虽然很浅 但下方的淤泥却深不可测 不过潭流过后 沼泽却没有风洞 这使大家感到庆幸 因为一旦风洞 寻找安吉小泥的工作将无法开展 很快记者就感到脚下的湿软 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水 表面上 但是脚往下一踩的话 一下就进去了 大概我刚才踩那个坑 我估计又进来了 这个地方说不准什么地方就能陷进去 打不出来了 哎呀 杆子也掉下去了 哎呀 这地方有多深啊 哇 这底头都是泥了 不行了 这个地方走不了了 刚走了十几米 记者就两次陷入泥中 联想起这片区域 曾经有耕牛误入 随即消失的传闻 记者不敢大意 考察队渐渐深入到千木田的腹地 考察队员观察到 周边区域的杂草不见了 脚下几乎清一色的 全是一种黄绿色的苔藓 它这个就是苔藓 这是我们说的那个泥碳藓 这是它这个实地 就是主要的标子植物 它很厚实的 也非常深 专家说 泥探险虽然并不少见 但发育在海拔高 气温低的高山深处 且如此之后 却并不多见 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明 这片沼泽区域的环境 非常稳定 几乎不受外界因素影响 这样的地方 安吉小泥的存活几率 会非常之大 就在记者受困的泥沼旁 考察队员突然有了惊喜的发现 在一小片水洼当中 一片白色的柔软带状物 附着在周围的苔藓之上 里面清晰地透出 一颗颗晶莹的卵状物 这正是典型的 两栖动物所产的卵 在千木田 考察队员展开拉网式搜寻 半小时后 队员再次发现了一处 两栖动物卵带 除了安吉小泥 还有什么生物 会在这么冷的水中产卵呢 考察队可以说 怀揣着激动的心情 在卵带周围仔细地寻找 可就是找不到 安吉小泥的身影 而种种迹象表明 千木田这片区域 它就是安吉小泥 难得的安居之地 虽然冬季气温低 但安吉小泥 它却不会出现 食物短缺的情况 因为什么呢 千木田的这些泥碳险 它可以为安吉小泥 提供充足的食物 以保证它们产卵时候 需要的养料 有队员提出来 如果我们坚持到夜晚 夜深人静之时 说不定就能看到 安吉小泥呢 这一提议呀 得到了全体队员的支持 夜色之下 除了近处矮小的灌木 隐约可见 远处一片漆黑 湿滑的沼泽地 已降至零摄氏度的气温 更是让深夜的歌考之旅 充满了未知的危险 现在这个地上的水 非常凉 我发现这个草的表面 都已经僵硬了 一踩咯吱咯吱地发出声音 就是说现在的温度很低 已经跌破了这个零度 冰点 所以已经开始冻了 很冷啊 借助竹竿 队员们小心试探着脚下的路 稍有不慎便可能陷入泥沼 突然有队员发出信号 水潭中好像有了发现 借助手电筒微弱的光亮 大家隐约看到 水洼中一种细小的生物 正在游动 看见一条 这个脑袋出来了 仔细一看 诱人惊呼 栖息在水中的 不正是大家连日来苦苦寻觅的 安吉小泥吗 没想到 得来全不费功夫 带着难掩的兴奋 大家继续搜寻 很快在附近的另一个水洼内 又有了发现 一只安吉小泥 正守护在卵袋旁边 而距它不远的苔藓中 一只小泥将头探出 紧接着 第三只小泥 从卵袋下面钻了出来 似乎感觉到人的活动 小泥们突然钻到泥探险中 通过水下拍摄 记者见到 水坑底部 布满绿色的苔藓 安吉小泥就生活在其中 原来 它们是夜晚的精灵 难怪白天不见踪迹 通过深入的研究 传家说 安吉小泥为何选择冬季产卵 这是因为 寒冷时节繁殖后代 可以最大程度减少 卵被各类天敌吞食的几率 冬季产卵的物种 在自然界少而又少 这进一步预示 安吉小泥这种既独特 又极度宾威的物种 还有非常大的研究空间 供科学家们 在接下来的时日 去考察和发泄 寒冬来临的时候 自然界的动植物 都有各自抵御寒冷 或者延续生命的方法 你比如多年生的木本植物 除了通过落叶进入冬眠状态 不再萌发生长等方式 来增强抗寒能力以外 更多的是把体内的蛋白质和淀粉 在酶的作用下 水解成可溶性的 氨基酸和糖类 这样有利于增强抗寒的能力 咱们经常说到的 这个秋收冬藏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冬天吧 因为气候寒冷 所以食物短缺 因此天敌不见了踪影 一些动物便会选择 这个季节进行繁衍生息 而安吉小泥 平时生活于泥碳险下 腐质质层里 冬季产暖的时候 它才进入到水坑当中 正是利用了这一季节变化 它们在大自然当中 寻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 虽然看起来它们很弱性 但是它们对大自然的适应能力 它们的生存的智慧 或许才是 它们能够在这个地球上 生存上千万年的 真正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